就在活动开幕的前一刻 4月4号下午 南岛文化节暴训团队 马兰湘海艺术团 抵达台东市 引燃南岛之火 台东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处长张其旭 将信物交给台东市市长陈建格 完成活动讯息传递的任务 从我们文化的传承 原住民我们主轴的开展 让我们台东能够迈向国际 冲上世界舞台 包训团队马兰山海艺术团 以及接训团队台东县原住民妇女关怀协会 以音乐和舞蹈 表达对于南岛文化节的期待和支持 众人一起拉下瞭望台上的布幕 欢迎各地的好朋友都到台东参加 为期半年的南岛文化节活动 诚挚的邀请 我们以会的乡亲 能够波隆来参与我们整个 研究民主文化的深层的美跟力量 完成最后一战的暴训任务 暴训团队在原型处长张其旭的碎领下 向县政府出发 准备和其他团队会合进行采接 并出席在台东国际地标举办的开幕典礼 刘热文 廖从毅采访摄影